在窑光灘左边的这个地方有一群秋秋人 其中一个秋秋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起舞 好家伙,属实是开了灵智啦 然后呢,在这附近呢,有一个叫月川的MBC 整天在这摸东摸西的 而如果你使用一个小个子的角色,站在他面前 配上刚好说的话 呃,好像摸到了 感觉好怪哦 嘿嘿嘿 感觉我又行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凉夏 不是凉夏,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带来原生中你可能不知道的忍之死 第27期 如果当中有你不知道的忍之死 欢迎发个 嘿嘿,如果我没有发过,欢迎私信投稿哦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下UP主 硬币还是留给更有缺人吧 毕竟一个硬币是十金键,转包有五金键 优拉的小知识 优拉战斗方式呢,在大剑中 动作比较特殊,附带一点优雅 他在普攻的其中一段的时候 表情会害羞脸红 这可能只有优拉玩家可能才知道吧 话说,你要优拉吗? 如果没有,没关系 毕竟是我的老婆 兄弟们,你们说我说对吗? 生鹤的小知识 生鹤在待机动作的时候会拿出一张照片 是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真实存在的 在里月下方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破旧的房子 已经荒废了 在这附近呢,已经被大宝堂给霸占了 然后附近呢,还有一个普通宝箱没拿 刚好顺便拿一下 不然你们拿了没有呢 因为生鹤总是一直和刘云戒分真君在一起 可能是想念自己的家了吧 米孩油这方面还是很细的耶 秦的小知识 有粉丝投稿跟我说 秦用重机野外烹饪炉的时候会出现特效 刚开始我没有发现 经过我多次重机才发现 命中之后呢 一个烹饪炉旁边有风的特效 好像还可以加速烹饪的感觉 然后我使用了我的老 不对 早又重机和消的重机是无法触发的 所以秦你才是风神巴巴托斯吧 火不灼的小知识 在城阁湖里面呢 当我们使用火元素攻击 银狼王的时候 他身上是不会着火的 使用可力都不行啊 都不会 但是呢 使用我们相邻普攻攻击最后一段 居然可以使他这个火元素 使他尾巴着火 原因是相邻的恶命效果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没去注意这个相邻的恶命效果 邀约任务的小知识 在武郎的邀约任务中呢 在八重堂的黑田这里对话中呢 提到无法舍弃的人就无法得到 这个来自动漫耿台词竞技的巨人 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 什么都无法改变 到了今天呢 还有很多类似的句子 比如没有努力拿来的收获等等 我还是要说米哈尤尼森的戏 同样作为投稿的粉丝更细 角色大招小踩荡 目前角色当中呢 大招台词类似的雷神 此刻寂灭之时和阿贝多的此集 荡神之刻和隔壁崩山空之律者说过的 此刻正式审判之时 虽然看的去还蛮有一个共同点 但是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你们知道吗 猿下宫的成就彩当 在我们做猿下宫任务的时候 和NBC路子委托取得这个珊瑚枝条会完成这个成就 火鼠球龙手珠佛前波河的一个成就有十元十 这个成就也是出自日本最古老的物语文学作品 足取物语 简单说的就是身为神佛转世的会业绩 由于绝世美貌而依尝尝尝尝百 让他自己的五个贵族子弟追求者分别去寻求五件物品 谁能将他最喜欢的东西拿来 谁就代表爱谁 他就嫁给谁 这五个东西分别是火鼠球 龙头猪 佛前石波 燕子子安贝 彭来玉姿 米哈游到底在这里藏了多少东西 我已经越来越想知道了 阿贝多的小知识 在狐狼山附近有这个琥珀 如果你用炎造物去打他的时候会被抵消 如果你要是用阿贝多的炎造物放之后呢 反而不会抵消 而且还在停留着半空当中 牛顿ZPG 有河 无意中还出了个宝箱 真不错真不错 MPC之间的故事 在完成到期相关任务之后呢 在到期这个地方 有个一个叫乌有亭的地方可以进去 不过不会有人没发现吧 进去之后呢 找到这个店主啊 跟他对话可以获取到一个实物 然后和这个惠里仙的MBC对话 说他有一段孽缘 说这个女的年轻的时候奋命监视这位大人物 这位大人物就是店主了 然后这位大人物就营退了 结果和这位大人物结婚了 好家伙 还有政治操作 我直接好家伙 后续还有一小段的故事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人之死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有看到这里的话 可以发个ehe吗 证明你曾经来过 我是梁夏 不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后续也会持续更新更多人之死 记得关注这个up主哦